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哈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我是音儒 对你来说当兵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可能你是女孩子 所以不用当兵太好了 但是在台湾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 就势必会遇到需要服兵役 对陈永霖来说 进入当兵的这个环境里面 好像进入了一个火坑 超乎她的所求所想 完全不是她当初所期待的那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 陈永霖 她的生命如何被磨练 有更多的突破和成长 上帝又如何对她的心来说话 如何家庭给她信心跟勇气 还有力量呢 来听听陈永霖的分享 其实在部队里面 它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 它有一些黑暗面 是你必须进去的人才会知道的 像那时候 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我本来的个性 就是会去帮助别人 人家就说 永霖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做什么 我说好啊我去帮你 然后结果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 也有人来找我说 你要不要做那个管理参事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管理粮末啊 就是吃的啊 然后一些器材啊 东西这样子 好那时候我去管理 管理到我们的连长觉得很满意 他觉得哇 这个东西原本 它的报表是错的 就是那个计算方法跟规则都是错的 然后我还去了指挥部的那个单位 去问他们说 这个到底正确应该怎么做 然后把它学回来 然后交给连长他们 他们就觉得哇 你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你都可以搞得出来这样子 然后而且还可以继续做 后来当晚一年兵的时候 我才发现 你知道有人跟我说 其实那个是带你的那个志愿意 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但是那些事情却变成我来做 白白的帮他们做了一年的事情 而且不止这样子 你知道其实我们那个岛 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小 可能公园一圈就没有 不是它是应该有一个小的城镇那么大吧 就是所以它其实是 你到另外的地方还是需要坐一下那个计程车的 对所以像那个计程车的钱啊 还有你在那边走路的那些时间全部都陪在里面 那段时间其实是你可以休息的时间 你就这样子被人家剥削 对而且剥削到 他后来还会 可能有什么事情就嫁祸在你身上这样 就会很觉得很挫折啊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现在要出现在这种鬼地方 然后为什么我的爱心要被人家这样子糟蹋 而且不只有他哦 还有包含我们的像我们的班长啊 就是明明你帮他做好很多事情哦 结果部队出事的时候 他就直接在大家面前直接骂你 可是根本不是你的事情 反而是你帮他哦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很不平衡很不平衡 为什么总是这些有爱心的人 好像他不会去反抗的人 你就会欺负他这样 但是那时候我只是想的是 上帝当这些人爱不下去的时候 我还要不要继续去爱他 你说当他们反映的这么的不可爱 对这么不可爱的时候 我还要继续去爱他嘛 可是我就瞬间又想到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会 有上帝觉得我不可爱的地方啊 我们自己也是需要 不断的去接受上帝的爱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去爱他们 而且在那个爱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都在感受你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你还愿意持续这样的做 所以你知道其实后来有几个人 他们反而跟我去到那个小岛上面的教会 在东营上面的教会啊 在东营上有一个礼拜堂 对 我好喜欢那个礼拜堂啊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传道人夫妇 对 然后他们一起在那边建立教会 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第三年了 然后他们带着四个小朋友 就在那边宣教 我也觉得好棒哦 那种感觉就像是上帝让你看到 未来你的家庭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好像资源没有很丰富 可是那种 在上帝的爱里面的那种满足跟喜乐 以及那种家庭是很令人羡慕的 是 当兵的时候遇到这么水深火热的事情 那里或许是一个让你可以很喘息 跟很放松的地方吧 就是让我再去充电的一个地方 因为像 我在那里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去教会 去再礼拜 然后也会在那边弹吉他 唱唱歌 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这样 你刚才有谈到说 后来同袍就看见说 你跟其他的兵不太一样 有些人还跟你一起去教会 对对对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在军演里面可以传福音吗 基本上是没有太限制的 有一个我旁边的 他是我学长 但他长得比我还矮 然后他就说 哎 孙永林 你当我的牧师好不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没关系啊 我虽然不是牧师 但是我可以陪着你这样子 然后我每天晚上可以陪你祷告 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晚上睡前就祷告 他就睡我隔壁 所以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么挫折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要让我去体会 原来他们可能曾经也经过这么挫折的事情 我们今天要让他们感受到的是 因为有人继续坚持 这样子去帮助 大家才会感受到那个爱 所以大家才会再愿意的 那我也要去付出爱 因为上帝就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的 你在里面你做很多的好事 你去帮别人 其实别人不会对你就特别好 不会啊 真的不会的 那为什么当兵这件事情会造成说 你要往农业宣教的这个方向 遭到了一些拦阻 就我接到一通电话 我的辅导就跟我说 原本要栽培我去美国念书的一个博士 他在美国的房子失火了 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再栽培我了 因为整个房子就是烧掉 好像也把你的梦想烧掉了 就烧掉了 那种感觉就像是上帝在告诉你说 孩子你去到那个地方 我本来想说我去当完兵之后 应该要直接就去服侍的 但是不是哦 好像把你丢到这里面 让你经历这水深火热的时候 你的未来没有了 你原本要去的地方不见了 有一个盼望脱出疲惫心 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领 当环境退我落入最深的低谷 却反而遇见你 情之苦难明日恐惧 在耳边主说要刚强 在主有和怀抱里的安息 你总在是我家 赵志德所创作的 有一个盼望 这首歌他说 有一个盼望脱出疲惫心 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领 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 却反而遇见你 面对今日苦难明日恐惧 主在耳边说要刚强 在主永恒怀抱里的安息 你同在是我家 什么时候你会需要盼望呢 陈永霖在军中 遇到了好多的困难 他常常问为什么 要让他遇见这些事 但上帝没有回答他 上帝就是给他爱 给他盼望 给他信心 让他继续的往前迈进 最后陈永霖他发现 原来生命中的坚持 能够让别人在他的身上 看见上帝的爱 确实 很多时候上帝 并非直接解决我们的难题 或是把困难挪走 他是给我们盼望 带给我们新的一个眼界 让我们看待这个困难呢 不再是困难呢 而是一个试炼 是一个可以经历上帝的机会 亲爱的朋友 最近在生活当中 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挫折 或者是沮丧呢 有没有愿意让 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 让他们成为 你经历上帝的一个试经时呢 我们下回心灵玩到 空中再相见 拜拜 这盼望紧灯 起世间考验 是我越过一切 隐忧失恋 又找一只将 亲自目睹你的面 和灯绒 中美生间 当悲伤 困难都终结 当愿望都映出视线 难言的喜乐 充满在我心 我终于遇到强恨 当悲伤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